7月30日,武动乾坤小说作者天惨土豆,导演张霖,制片人张伟与演员杨阳,索孝坤现身上海开播发布会,大谈这部剧从筹备到制作,拍摄播出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难忘故事。 该剧改编自天惨土豆同名小说,讲述了出身草茫的率真少年林栋,因被家族背弃而踏上流浪旅程,经历无数艰难险阻,依靠自身努力和在一路上结识的众好友的帮助下,一步步战胜邪恶势力,最终蜕变成长为保家卫国,武动乾坤的大英雄的故事。 剧中,杨阳饰演了一个层次分明,立体感十足的角色,从生无常计,为了治好妹妹的阴寒之毒而踏入乱世,展开一段冒险的平凡少年,到最后历经坎坷,终于蜕变为守护苍生,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大英雄,这是一个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和蜕变,那对于林栋这个角色,杨阳是怎么看的呢? 我饰演的这个角色呢,它是一个千阳阵的一个小痞子,那其实他的性格是比较顽劣,那也是比较的冲动容易,就是很妙坚强。 其实他的生活中呢,刚开始只有他的爹和他的妹妹,那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步的一个臭小子吧,那有幸在以此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块石头,那之后呢就被迫地走上了一条英雄的道路, 那最后成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 众所周知,林栋是一个触底反弹的角色,从一个市井小迷,蜕变成了顶天立地的大英雄,这样一个操汉的形象与杨阳网日的形象大不相同,那对于杨阳来说,是怎么定位这个人物的呢? 首先,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年轻,就是我当然希望能够尝试更多就是不同的角色吧,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些突破吧,对,而且自己作为一个人, 希望能够演更多不同的角色,因为我觉得之前其实大家看的比较多的,可能杨阳在大家的面前就是一个高冷啊,这样的一个形象会多一点,没错,对,但我觉得还是喜欢演戏比较有性格,比较新闻的角色。 嗯